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作者 谭剑听缠 演播 西瓜的园 小盐 后期 胆小鬼 第十三集 五个人在村民们感激的目光中走出村子 大家都知道了 李周乐要去城里买粮食的事情 心里面又感动又不好意思 李家当初最潦倒的时候 自家没有帮上忙 如今还要李周乐当了自己的嫁妆帮助大家 淳朴的村民心中下定了决心 以后一定要好好回报李家和温家人 这两家人都只是少年和孩子 没有强壮的劳力 等开车以后 他们两家的重活 村子里面的人全部承包了 孝水镇是一个不大的镇子 但十分有名 孝水镇原本不叫这种名字 相传千年以前 有一个叫做僵尸的孝子 因母亲听说 家乡的临江之水可治眼病 遂词官悲母千里回乡 齐齐旁三春 每天从七八里外的林江 挑水为婆婆洗眼 婆婆喜欢吃鱼 夫妻俩日日烹鱼 让婆婆与邻居婆婆共享 后来 婆婆听信谗言 百般刁难媳妇 还逼迫僵尸休妻 庞氏尽管饱受委屈 寄身安堂 依然每天食柴为生 买鱼 托邻居送给婆婆 庞氏子安安也懂孝道 每天从上学口粮中 抓住一把米 鸡捧成袋 送于母亲 还带母挑水 为奶奶洗眼 不慎虐世孙王 僵尸一家的孝行 感动了神灵 在其房侧点出一水池 位如江水 每天跃出鲤鱼一对 共庞氏孝井驼婆 此水池被誉为孝水 江家所在的小镇 也改名为孝水镇 五个人先到镇外的孝水池 装了两罐水 据说 常年喝孝水池中的水 能够延年益寿 百病全消 每个到孝水镇来的人 都会装一些水回去 进入镇子 路上的行人很少 大家都因为天冷 不愿意出门 大街上非常萧条 索性 米铺和杂货铺开着门 但卖肉和卖鸡蛋 跟菜都没有 这一次 李周乐买了 三百多斤的粮食 因为天气冷的原因 粮食的价钱涨了许多 付出的银钱 是之前买粮食的三倍 对于银钱的减少 李周乐也只是皱了皱眉头 却毫不练习地拿了出来 路过围安当铺的时候 孙掌柜正站在门外 对着五人很是友好地笑了笑 五人吃惊 以孙掌柜的地位 竟然对他们这么友好 让他们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他们不知道 孙掌柜这么对他们 全是因为那个塑料瓶 前段时间 江家遇到了困难 江浩之将瓶子 借由其姐之手 尽献给皇帝 江家大小姐早年入宫 靠着自己的打拼被封为贫 顺利解决了困难 并且因为献保有功 得到了奖赏 孙掌柜听到这个消息 自然对李周乐等 算是间接帮了江家的人态度好 而且他想着 李周乐既然有那么个宝贵瓶子 说不定还有其他 现在关系处好了 以后李周乐要当东西 第一个考虑的肯定是他们的当铺 镇上没有什么可以逛的 买好粮食后 五个人就回了村 先让李医书带着温子爵回家 小孩子走了一路累了 眼睛几乎睁不开 温子下李周乐带着温子爵 一户一户地分发粮食 收到粮食的村民们非常感激 对着他们说了一箩筐的好话 温子爵挺着小胸脯 他发觉帮人是这么有成就感的事情 自己是个小男子汉了 远在千里之外的北边边境 李医书和李周乐的大哥 跟着他的同袍前往元帅的住所 据说朝天给元帅赐了奖手 元帅让他们这些手下去自己的住所 把奖赏分给他们 卫风 你说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 月云飞的双手拢在袖子中 他们身处北方 比啸水镇那里更冷 但月云飞本来就是北方人 已经适应了这样的天气 至于李家大哥 快了 就这一两年吧 李家大哥道 沿望着远处的天空 想起了自己的弟弟妹妹 以及这一世的爹娘 不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 他已经离家五载了 最小的弟弟 易叔 应该十岁了吧 那小家伙 以前最喜欢 跟在自己身后做根屁虫 不知道五年过去了 小家伙还认不认得他 天空上的云朵 忽然产生了变化 在李大哥眼里 变成一个人的笑脸 笑脸很是眼熟 因为那张脸 早已经刻在了 李家大哥的心灵最深处 李家大哥眼角湿润 这一辈子 他永远也见不到那个人了 那就好 我终于可以回家见我爹娘了 岳云飞信任李家大哥的话 李家大哥不但自身武力强大 而且军事技能也满直 对情势看得清楚 分析战况制定战略精准无比 好几次大战 全靠李家大哥的战略 让他们获得了胜利 李家大哥也因为他的能干 有普通的小兵 一路升为了从无品游击将军 两个人走到袁帅的住处 已经有很多人先到 袁帅很公平 早就将东西分成了一堆一堆的 让手下自己选一堆 岳云飞和李家大哥 都没什么可以挑的 随意拿了一堆物品 李家大哥那一堆中 有三个金裸子 一坛酒和一百两银子 李家大哥收起金子 酒和银子 还回去给手下们分 袁帅 你把东西都分给我们了 自己不留下吗 袁帅的副将张副将问道 袁帅一脸喜气对众人道 王上赐给我一件宝贝 我留下来做传家宝 已经足够了 众人好奇 很想看看袁帅说的宝物 袁帅本有炫耀的心思 拿出了一个金檀木做的盒子 打开盒子 从里面拿出一样物件 此物乃水琉璃做的 比琉璃更加精盈 更加轻薄 乃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此瓶子天下只有这么一件 袁帅骄傲地宣布道 李家大哥将刚喝到嘴巴里的酒 给喷了出来 水琉璃 你们 这不就是一个塑料的饮料瓶吗 众将领也被饮料瓶镇住了 纷纷赞叹不已 唯有李家大哥 面色复杂无比 这个世界竟然出现了塑料瓶 是无意中掉落到这个世界的 还是有人带到这个世界的 若真是有人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自己要不要 见见那个人呢 从袁帅的住处回来 李家大哥依然恍惚中 他与岳云飞住一间屋子 半夜了 岳云飞早已经设书 但李家大哥却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他轻手轻脚地起床 悄悄开门 走了出去 今晚的月亮很亮 虽然只是月牙 但比起他曾经生活过的 重度污染的世界 即使十五的满月 也急不上这月牙的亮度 不见香书传艳足 唯见新月土峨眉 可是呀 他连与心上人 红艳传书都无法实现 他们隔着的是时间与空间 自己对不起他 他失约了 他是难过呢 还是生气呢 心里面 既想他忘记自己 重新找个人好好爱他 又不想他忘记自己 希望他永远记得 他这个曾经深爱过的人 我说 你大晚上不睡觉 跑到外面装什么呆书生 可没有狐狸精跟你月下相讽啊 月云飞揉着眼睛 睡意朦胧地走出屋子 他被尿憋醒 发现李家大哥不在屋内 担心地出来探看 却发现 李家大哥一脸 失去了最珍贵的宝贝 一样的苦脸 让其好奇不已 李家大哥扫了其一眼 收回自己飘远的思绪 恢复成平日的目脸 如果有狐狸精 勾搭的肯定是你 我可没你长得英俊 月云飞得意地昂着头 那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我家垃圾桶通古代 随即又八卦地扒了上来 你刚才在想谁 是不是家乡的未婚妻 李家大哥扫 我没有未婚妻 月云飞放心地笑了 哼 那就好 我还想着把自家的小妹 介绍给你 让你做我妹夫 李家大哥扫 你收了这个心思吧 我不会娶任何女人 在她的心里面 妻子只有一个人 月云飞不高兴了 为什么 我妹妹又漂亮 又知书实理 难道还配不起你 李家大哥的 是我配不起岳小姐 我的心中早已经有人 虽然她不在这个世界 但我不会背叛她 举另外一个女人 月云飞扎巴扎巴扎巴嘴 没想到八卦出了这么个大新闻 李家大哥还是一个痴情种子 可惜自己看好了她 原本想将自己妹妹许配给她的 以为凭李家大哥的性格 肯定不会亏待自己的妹妹 现在不行了 李家大哥心里面有另一个女人 自己妹妹嫁过去 肯定不会幸福 月云飞劝接道 胡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你为了一个女人不娶妻不生子 以后下去了如何去见李家的列祖列宗啊 李家大哥毫不在意 我李家还有一个男孩 香火自由我家小弟继承 你不用劝我了 我早已经下定了决心 月云飞文言只能叹气 他了解李家大哥的性格 一旦做了决定 就绝对不会更改 他不由的 有些埋怨不在这个世界的某个女人 认为都是那个女人 耽误了李家大哥 像李家大哥这样的优秀人才 应该高官厚禄 娇妻美妾子孙满堂 成为人生赢家才对 怎么能够为了一个已死的人 孤孤单单一个人呢 多可怜呢 同时又对那个女人非常好奇 怎样一个女人 让李家大哥这个奇男儿 对其死心塌地呢 雪菜 在吗 以诺千金 在 亲爱的 找我什么事情啊 雪菜 穿越季小福下周一 上首页经典全本推荐 另外 香江文娱梦的合同你接收一下 没有意义就签名寄回来 以诺千金 OK 我会尽快的 雪菜 亲爱的 公司主办一次作者东亮营活动 你要不要参加啊 以诺千金 哦 不了 我比较懒不想出门 而且快过年了 事情一大堆 也只有那些宅男宅女们 才会有那么多空闲的时间出门 雪菜 你在说我吗 你自己最好入座 不关我的事 雪菜 秃 雪菜 哎 那啥 你真的不要梁超伟做男主 我觉得他跟月君卓俩俩人挺有戏的呀 以诺千金 男主 男主一定不会更改 虽然我很喜欢梁超伟 但我也是男主的粉丝啊 雪菜 其实我也一样 男主和梁超伟我都喜欢 就像当年的金马奖一样 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是遗憾 一诺千金 是啊 我曾经也在两个人之间选择了很久 才终于确定男主 雪菜 可到现在男主还没有出来 读者都以为梁超伟是男主了 一诺千金 今天就放男主出来聊聊 雪菜 洒话 等你更新啊 一诺千金 好的 我现在立刻码字 雪菜 去吧 Kiss 韩诺关掉QQ 开始码字 大争之势 让明报的销量翻了两番 董主编非常高兴 给岳君卓加了报酬 优美签字八十元 增加到一百元 依然很抠门 董乔打电话连续岳君卓 说是金句局要见他 岳君卓激动万分 金句局啊 多少人的偶像 自己也是他的粉丝读者之一啊 上初中的时候 自己就开始看金句局的小说了 每次背着老师在课桌下面偷看小说 那可真是一个惊心动魄 为了见金句局 岳君卓特意打扮了一番 衣服是他找裁缝做的 比起这个时代的流行服饰 他更喜欢几十年后的穿衣风格 简洁 大方 不夸张 衣服一穿出来 当即就有许多女同学 向他询问 衣服在哪里买的 岳君卓就将裁缝店的地址 告诉了女同学 裁缝没有收他做衣服的钱 就多给他介绍一些生意过去 岳君卓本身长得不错 这一打扮比明星还好看 走在路上回头率百分之二百 你就不能为了我留在岗城吗 年轻男子不高兴地问道 漂亮女孩摇头 我家在弯岛 工作也在弯岛 不可能长期留在岗城 岳君卓无语地站在巷子里 盯着年轻情侣吵架 很想提醒他们 要吵架可以 但请叫路让开 他赶时间 不过 视线扫过男子脸庞时 岳君卓顿住了 又见到大明星了 还是前世非常喜欢的大明星 刘德华 娱乐圈的不老长青树 老模典范 华语乐坛的天王巨星 现在的他 看起来可真青涩 还跟女朋友在小巷子里面吵架 真是接地气 他的女朋友看起来 很清纯很漂亮 应该是那个 他唯一承认过的女朋友 于可欣了吧 杜娘上说 于可欣是弯岛人 因为拍QY奶奶的电影儿红 其事业和家庭都在弯岛 刘德华如此强留人家 有点强人所难 于可欣安抚的道 我又不是回去了就不过来 你也可以去弯岛看我呀 此时候的刘德华年轻气盛 而且一心扑在事业上 否则最后他也不会在爱情与事业中 选择爱情 而与于可欣分手 我工作忙得很 哪有时间去弯岛 不要胡闹了好不好 胡闹的是你 于可欣气到了 你有工作我就没有吗 凭什么让我退了工作迁就你 你就不能为我迁就一下 我的事业刚开头 难道我不是吗 两个年轻人越吵越激烈 最后两人都生气的失去了理智 分手 分手就分手 我明天就会弯倒 让你找也找不到我 说完 于可欣转身跑走了 shit 刘德华气得用脚狠踢墙壁 结果墙壁太硬 没事 他自己的脚踢得很痛 月君卓扑斥一声笑了 天王年轻的时候可真有意思 笑什么笑 刘德华听得有人笑 愤怒的扭头吼道 不过多是谦怒 月君卓收起笑容 道歉 不好意思啊 我是看到你踢墙的举动才笑的 没有别的意思 还有 你挡住我的路了 刘德华看了看四周 发现真的是自己挡了人家的路 向墙靠拢让开路 对不起 耽搁你时间了 没关系啊 月君卓从其身边走过 我认得你啊 你是猎鹰的男主角 演得不错 加油啊 说完 飘然而去 未来的刘天王忘了其背影 笑了 没想到 我还有这么漂亮的一个支持者 因为跟女朋友分手的不开心情绪 陡然消失了许多 月君卓到了明报总部 董桥带着她前往金巨巨的办公室 打开门 月君卓发现 里面除了金巨巨 还有一个中年女人 女子精英模样 一身服饰装扮 价值上千万元 身份看起来 很是不凡 咦 方女士也在啊 董桥笑着 与女子打招呼 看来很熟悉的样子 女子笑 我是来跟金生 谈神雕侠侣改编事宜的 视线落在月君卓身上 眼线欣赏 这位小姐是谁啊 又漂亮又有气质 不做明星 可惜了 小妹妹 要不要到电视台演戏啊 月君卓心道 果然是那个女人 金巨巨笑道 你可不要当着 我的面挖墙角 女子疑了一声 诶 这位小姐是你们明报员工 太年轻了吧 我还以为 是您或是董生的晚辈呢 董桥道 你可不要以年龄取人 月小姐虽然年轻 但却是天才作家 说着 给两人做介绍 这位是五线电视台的 总经理方梦华女士 这位呢 是我们明报的签约作者 月君卓小姐 大乘之士就是月小姐的作品 果然是方梦华 花语影视圈中 谁不知道邵六叔和方梦华呢 方梦华 邵爵士的第二任太太 港城资深的传媒工作者和行政人员 母亲是三十年代上海的夜总会艺人 方文璐 而她从小就跟随母姓 曾经是洪积一时的歌星 后来成为商界女强人 执掌市值164亿的无限集团 她最出名的士奇 手段狠辣 最让人津津乐道的 是她以66岁高龄 终于嫁给90岁的 邵柳叔为妻 地位扶正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这个节目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